经理 哎 学长来了 那是谈得怎么样了 火车站那个项目哎 比别人给拿走了 那他们签的合同不来 合同倒是没有钱 但是对方啊认定了 这我们两个人去报价 一个40一个45 然后 然后40给他们做了 你不说没有签合同吗 这没有签合同 但是刘主任那边都答应给他们做了呀 主要是他们的报价太低了 成功率不就高了吗 报价归报价 认定归认定 认可归认可 喂 刘主任 你好 哎 对了 我刚从老家回来 有点土得染 明天我给你送家去 哎 没事 别客气 咱们都这么熟了 是不 对了 梁家栋那边呢 有个渔塘哎 听说那边的野生鱼啊 特别的多 那边还有很多英语老师 可以学习英语 我们女士间呢 可以在那边坐一下 好 对了 我听他们说啊 那火车站的项目是你在负责是吧 哦 认定了是吧 他们单价多少呢 试试啊 哦 那签了合同不呢 还没签是吧 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项目啊给我做 我们报八十一瓶 如果合一的话 合同一签 我们三十给到你 我们先交钱 然后我们再办事 OK是吧 好的好的 谢谢刘主任的关照 那我们明天见 好 今天怎么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呀 还把价格给抬高了 你没事啊 多看看书 这本中国是应酬 我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人情往来 求人办事的诀窍 真的让你学会 人生无非是利益交换 你给我想要的 我给你想要的